收到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協助 由台中縣政府建設處主辦的官山黑白配在地生活產業整合計畫推動下 讓官山國小6年級86位應屆畢業生完成拔蘿蔔 醃製蘿蔔成為新菜博 3月13日上午特別舉辦老菜博 時空膠囊封冠活動 縣府建設處工商科長賴宣凱 官山政公所秘書吳昌敦等貴賓都到場參加一起封冠 建設這個活動也希望各位同學以後畢業之後再出外工作求學的時候 也會想到我們官山在地的特色產業就是我們小壽老菜博的特色味道 讓大家都可以回想 什麼叫黑白配 黑的蘿蔔 但是原來很奇怪 明明蘿蔔是白的不是要把它搞成黑的 就是因為要讓它能夠產生這個二十年後的產生 讓我們為了要給小朋友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所以說我們地產基金 我們執行長跟這個我們主辦單位 特別規劃我們今年的拔蘿蔔 那今天這個蘿蔔 因為它的製作過程喔 時間上比較長 手續比較繁複 所以因為那一天的時間上的不允許 所以後面的工作由我們來幫大家完成 那希望 最主要的目的希望說 大家以後來開這個蘿蔔的時候 能夠想到我們地方產業對地方的重要性 血統可以藉由這次活動體會農業時的勤儉樸樸實 而老菜博大家相約二十年後重新開啟 相信可以讓童年的回憶持續蔓延 東南新聞番耀靈 關山正報導